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你的心认真去看 发现真相就在处愿 Hey you good or bad 真真假假 踏不出这心灵的灰烟 带上你的所有勇敢 也许就能拯救这世界 M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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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y M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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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y M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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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y Mojo Spy 上一集中 金枪鱼镇首富叶永富的女儿 离奇失踪了 为了寻找女儿 她请来了陈嘉明 齐乐天和霍兴 来到城堡进行调查 在叶千金的房间 齐乐天在电脑里发现了一个叫任天堂的人 给她发的一份神秘的邮件 真假公主 出了什么事 刚才霍兴在工作时 突然冬的一声晕倒在地 现在我只能靠你们找回我的女儿了 霍兴要不要紧 她可能是因为疲劳而晕倒 现在已经被送到客房休息去了 谁让她爱抢功啊 受报应了吧 齐乐天 叶成主 你不用担心了 我们已经找到一些线索了 真的 皇后失控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而从大门到叶千金的房间 最快也要七分钟 再加上房间里有挣扎的痕迹 绑架者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绑架 所以呢 只有一个可能 是你女儿自己出去让人绑架的 什么 这不可能 小叶一向是乖孩子 我们在她的电脑中 发现了一封没来得及删除的邮件 其内容说明 叶千金早有离家出走的准备 而且我猜想 皇后和叶家全体机器人中毒 也是她搞的鬼 不可能 她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她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但发送邮件的人 很可能是个病毒高手啊 如果对方和叶千金里因外合 那病毒就很容易入侵了 这 的确有可能 小叶 虽然很乖 但对皇后拥有她母亲人格这件事 总是很排斥 我真应该让皇后监控她的邮件内容 监控 那这里不成了监狱了吗 你说什么 没有没有 我说如果有监控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你是齐乐天吧 你有办法找到小叶的下落吗 现在有了邮件地址 让皇后通过服务器检阅邮件来源 就知道那个网友在哪了 我想找到了她 你女儿的下落应该就有线索了 查到了 邮件来自金枪渔镇69号海领天 一名叫任天堂的男子 那我们还等什么 等等 齐乐天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叶千金的样貌 请给我们一张照片作为调查的资料 请稍等 来了 来了 请问任天堂在家吗 我就是啊 你是谁啊 我是私人侦探陈家明 受人之托 前来进行调查 请问您认识叶千金吗 我不知道 真的吗 为什么叶千金的电脑里会有你发的邮件 叶家主电脑中的病毒也是你编写的吧 不 不是 我没有编写病毒 让皇后死急啊 我还没听皇后你这些说了 不打自招 快说 你还知道什么 我就知道她要离家出走 让我帮她联系一个电脑技术好的做一个病毒 那叶千金现在在哪儿 我听她提起过金小鱼大饭店 她可能住在那儿 我告诉你 如果找不到我们一定会逮捕你的 对不起 叶小姐已经退房了 喂 是陈侦探吗 我女儿已经回来了 要不是你们啊 我女儿就不会顺利回家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是我来说吧 这次的绑架是由我自己策划的 目的是为了测试爸爸是否还在乎我 后来我通过任天堂知道 他请来最好的侦探来到处找我 我目的达到了 就回到了父亲身边 这么古怪的想法 小爷 以前爸爸对你约束太多了 都是爸爸不好 求你以后别这样 爸爸只有你一个女儿啊 你的手什么时候变粗糙了 这是我练琴练的 您从来没理睬过 只知道对着皇后怀念妈妈 对不起 可你要知道 你和皇后在我心中的地位 是同等重要的 不不 从今天开始 你是第一重要的 既然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请等等 几位一定要留下来吃一顿便饭呢 而且我听霍兴侦探说 你的电脑技术也很厉害 不敢的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是这样 霍侦探发现主电脑中有病毒残留 但他现在身体不舒服 无法帮助皇后 所以想请你帮忙 难得见霍兴会求人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相信今晚会有一顿美味的大餐 失败症还这么嚣张 对不起 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切断和叶家局域网的联系 开始分析病毒 果然 陈震她 没想到你这个小外甥这么厉害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那当然 你这个笨蛋 这可是妈妈送给我的碗礼服 我 好了好了 小爷 别发火 好不容易回来了 好好吃一顿团圆饭吧 对不起 我 先回房间休息 这么晚了 你在这儿做什么 这话应该我问你 叶小姐 你在做什么 你少管闲事 你根本不是叶千金 叶城主双目失明 认不出你 你还利用病毒 捣毁皇后的识别系统 而且 你手上的老箭 也绝不是练琴得来的 而是练你妖间的武器 得来的吧 说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抢雕像 真正的叶千金在哪 也好 我还是喜欢直接了大 我是肉斗斗 是光明之眼的高级干本 粉碎小桃 和我面前所有的障碍 是我人生的信念 又是光明之眼 小桃是谁 你们组织的头目 小桃 怎么了 这是在干什么 你们找回来的 不过是一个小偷 真正的叶千金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呢 特别不想 一个人孤单寂寞 当时人生 难免会有些不快乐 告别今天 总是让人觉得失落 看 看明天 在地平线向我照顺 每天就在日升日落 转转时间 幻想更多 期待生命中 每秒每一刻 我明亮的眼睛在闪烁 映着阳光的笑容 踏步悄悄中 在拆暗着的路口 伟寒警官突发事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